苗栗县苗栗市长邱振军去年同额竞选顺利连任 感念市民的支持宣布捐出选举补助款 这次的选举邱振军得票数38,791票 随即凑齐了整数120万 捐赠给了15个弱势团体和安养机构 让选民的支持化成了大碍做公益 苗栗市长邱振军将支票一一送至弱势团体的手中 要兑现选前的承诺 非常感谢在这一次九合一的选举当中 那么政权刚好这一次是同二竞选 当初选举的承诺 就是说把选举补助款会全数捐出 这一次我们总共得到了38,000多票 那么总共的金额是116万多 那我把个人也把它凑成120万的整数 来捐赠给苗栗市的15个团体 邱振军同额竞选顺利连任 总得票数38,791票 捐赠金额凑齐准数120万元 分别捐赠包含创世基金会 厅账协会 聚账福利协进会等 共15个弱势团体安置机构 依照团体以及机构的规模捐助金额 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活动这个想法 来帮我们市民来做一个爱心 做一个功德希望能够照顾到 我们苗栗市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团体 让我们这一次的选举更有意义 让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 马上年关就要到了 能够协助大家能度过一个好年 那未来呢我们自己的期许 就希望超越四年前的自己 能够大家看到我们苗栗市的进步 兑现社福承诺 邱正军也期许下一个四年 苗栗更好更进步 捐助的举动让选民支持 化成大爱传递温情